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预防青少年近视一直是家长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现在网上有不少文章称 使用翻转拍就能帮助孩子防控近视 那究竟什么是翻转拍 它是否有防控近视的神奇功效呢 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在某电商平台搜索翻转拍 相关产品真是不少 价格从二三十元到一两百元不等 不少产品的介绍中都有防控近视 医院同款等字样 那翻转拍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翻转拍呢我们又叫双面镜或者是蝴蝶镜 就像我手里拿的这样 为什么叫蝴蝶镜呢 就是以水平为这个分界线 我们上下有两对的镜片 一对是正镜片 一对是负镜片 这个呢我们临床当中呢 主要用于给一些孩子或者成人 他调节力有问题的这样的患者用的 翻转拍由一副近视镜片 和一副远视镜片组成 来回翻转使用可以训练眼部的调节力 它确实是一种正规的眼科医疗器械 那练好调节力是不是就能防控近视了呢 调节有问题的时候 他看近的时候可能不耐久 就看一段时间眼睛会特别疲劳 或者有的人呢是调节不能放松 就是我的肌肉一直在紧张着 它不能放松掉 这样的话他看近完了以后 抬头看远的时候可能会模糊不清 近视呢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 发现它其实和一些调节不足 调节之后也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调节不好 可能是我们近视进展的原因之一 但不是完全的一个原因 像很多人熟知的假性近视 其实也被称为调节性近视 它就和我们的眼睛调节力不好有关 做翻转拍训练 对恢复视力有一定帮助 但真性近视则是趋光不正 家长更需要注意的是 给孩子及时佩戴眼镜 这个孩子近视了 不一定等于它的调节一定有问题 但是确实呢 我们临床当中见到很多儿童青少年 已经近视一年两年以上了 他一直不戴眼镜 那我们来做检查的话 这个孩子大概率会有一个调节的问题 因为它看近长时间 都是不动用调节的 那么这个孩子可能会调节之后的比例会非常高 专家提示 一般只有明确了孩子确实存在调节力异常 才建议使用翻转拍等手段进行调节力训练 那调节力差 家长可以自行判断吗 调节力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就我们正常的普通人其实是很难进行判断的 我们现在到医院以后要进行一个 就是比如跟眼睛电的验光不同的 我们又有一个叫医学验光 我们更根据检查的结果和正常时进行比对 就知道这个孩子到底调节有没有问题 他差的程度是到什么程度了 翻转拍怎么练 每次练习多久 还是需要眼科医生的专业指导 而且翻转拍也有不同的度数 如果用了不合适的度数盲目练习 反而会造成孩子的视疲劳或其他眼睛不适 因此不建议家长自行购买给孩子使用 翻转拍产品虽然是医院同款 但医院并不是用这个产品来直接治疗 或者预防禁止的 而是用它来做视觉调节训练的 一般只有明确调节力出现问题的孩子才用得到 家长可不要盲目跟风购买使用 好了 服务观众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听iek众服务卖 词 需要您的资格